今年的1月17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九周年忌日 近九年来每逢他生产忌日 都有老百姓去北京的富强胡同六号纪念他 这位被邓小平江泽民一共软禁了15年的老人 为什么让民众至今都怀念呢 1月7号本台记者采访了在赵紫阳被软禁期间 曾见过他的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坚富先生 我们来看看对姚先生的采访 9年前的1月17号赵紫阳逝世 这是一个被软禁了15年平静离世的85岁老人 也是因反对六四屠杀 遭到两代中共最高领导人迫害的前任总书记 8年来每逢赵紫阳的生辰和忌日 民众都自发地来到北京东城区王府井附近的富强胡同6号 赵紫阳的故居来纪念他 而等候他们的常常是国宝的驱赶和殴打 今年82岁高龄的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坚富 是赵紫阳晚年少数能通过检查见到他的人 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 在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整肃世界经济倒报后 演变成了全国性的反腐败抗议活动 据目前已曝光的体制内外的证据 中共为维护一党统治拒绝一切政治上的改革 甚至拒绝和学生对话 1989年5月19号凌晨4点50分 同情学生的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 看望正在绝世的学生 我们在这儿太晚了 对不起 不关注啊 所有们 批评我们 都是应该的 我这次呢也不是请你们来怨恨我们的 不是这样 我只是说 现在同游们的神地啊 到现在啊 已经是非常的虚弱了 你们都已经绝世啊 现在就是第九天到七天 第九天到七天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989年6月4号凌晨 北京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和主要路口上 中共军队在邓小平的命令下 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 或用坦克碾压 6月下旬 反对邓小平镇压决定的赵紫阳 被撤掉了中共总书记职务 并开始被软禁 他选择了反对进行反人类罪的罪行 而邓小平他们做的事是 对历史 对中国人 对人类犯了反人类罪 而这反人类罪没有追缩年限 将来一定要受到审判 受到道德法庭 历史法庭 以至于国际的法庭进行审判 1997年邓小平死后 对中共还抱有希望的赵紫阳两次写信 要求重新评价六四 并恢复他的自由 这时因整肃世界经济导报 受过赵紫阳批评的江泽民 却因邓小平的青睐 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 大权在握的江泽民 禁止赵紫阳在家里会见朋友 使赵紫阳的活动范围 除了家以外 缩小到了只有医院 和郊区一个农民开的高尔夫球场 到2002年江泽民卸任时 还要求新一任政治局常委 不许给六四平反 赵紫阳被中共软禁到死 参加过六四学生运动的 大陆维权律师普志强表示 赵紫阳的悲剧命运给人启发 2005年初在赵紫阳事事后不久 他的女儿王燕南发出了 他终于自由了的哀叹与控诉